上億的美國民眾 星期三經受了美國大陸有氣溫紀錄以來的最嚴寒的天氣 美國官員說 除了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 美國大陸的85%的地區 星期三的氣溫在冰點以下 芝加哥星期三的最低氣溫為攝氏零下30度 接近未有打破最低溫紀錄 明尼阿波利斯的最低氣溫為攝氏零下32度 據報導 在美國中西部一些地區 風冷效應使人感受到的攝氏氣溫零下45度的嚴寒 芝加哥市中心幾乎空無一人 大多數公司都叫員工留在家裡 公共巴士和火車上的乘客寥寥無幾 工程人員沿著鐵軌燒火為鐵軌加溫 這樣火車才能運行 敢於出門上班的人把全身都包得好實 但眼睫毛和眼眉相幾乎立刻就掛上了冰箱 芝加哥市政府提供了配有護士的巴士 作為無家可歸者的緊急取暖庇護所 全部診斷 冰箱 展示 juegos veteran 詞首 族